我想过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你听懂 你不是说要过二十世纪吗 对呀 那你也不找名说 我也不找小三 那不叫二十世纪 你太懒了 不要任何人残忽 那还要说什么 是 也是家里这些事情 但是呢 就是两个我也不给你帮死死的 对 不是 咱这玩意儿都有尺度的 对 人这玩意儿你干啥 你会闲门的或者有啥活动的 那是正常的 这个喜人要聚一聚喝点酒的 那你不想聚也不行 那不是你买的的对不对 要干啥还得给你带走的 那还能说吗 那不是多次喝酒机的 那那时候咋说 你不俩人做好了 你不就是宝贝的吗 你不就是宝贝的吗 宝贝 这大妈行啊 小鹤烙的能把带血糖干超标了 别说一般的大扛不住大马这甜言蜜语 就算二般大 他也不好使啊 今天来相信的大爷是个狠人 咱先听听他的择偶要求 65到73的别长太小的也别长太大的 也得有点文化 在单位你没啥植物呢 有双毛 旅房要有房更好 或者说接纳我去就更好 不接纳就是这个状态 我这个年龄我也不能买房了 就是租房 炒老伴 一切我都得全扶着 这大爷是真够自信啊 今年都77了 提的要求一点不比57的少 主要还想倒插门 那怎么就这个岁数了 连个房子都没混上呢 我那房子吧是铁路的房子 我老伴有病的时候吧 就带他拉六七年 光上支架上四个 那时候就是我儿子那个儿媳妇 他给铁路约 就是给中间给花了不少钱 后来老伴没了以后 就知道我以后还不着 还不上这个几乎 就是这个房子给我儿媳妇了 就过给他了 另外我孙子还给那带他 他爷子带孩子还不容易 另外老太太有病的时候 花了不少钱 那你儿子是离婚了 我儿子离完婚以后有二婚了 一个孙子给那儿 另外儿媳妇人家就是人家离婚了 你欠一欠能行吗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大爷这房子也是够乱套的 反正就是曾经拥有过 现在找办就只能租房住 要么就到插门 虽然这条件不咋地 但是找老伴的心很实在 叔又开始说拿 那啥呀 这是我的公职卡 每月开四千不到四千三 我这个卡里头每月有 二百零一块钱的取乃费 在这就是身份证了 叔啊 你把这些拿给我看是为了啥呀 真实啊 因为啥呢你一手脱两架 完了有些啥差错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我都行 我真的说说老脸一抹去 就啥都 这是身份证 这是社保卡 这是什么社保卡 身份证 还有工资折都拿出 是啊 这个社保卡吧 咱铁路的是不是 国院知书企业嘛 铁路啊 看病报百分之八十五 每月还给一百五十六块钱的 开药钱 每月都给 往这卡里输 就是铁路待遇也挺 待遇还行 就冲大爷这坦诚的劲 红娘也得给安排个好点的大妈 于是带着大爷就来到了江大妈家 来来来来 叔跟你去买水管 哎呀买那个啊 买那个啊 你买谢谢谢谢啊 谢谢哥哥 这些小 没事 我看这个这个呢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 哈哈哈哈 我大哥这回老客人 哎呀这回老客人是吗 哎呀 这本事老师的台词这我给用 好 演员咋样 挺好 就是那我脑子里的标准尺寸 啊 我硬化还行挺好 嗯 好 演员一只 就一把你暂说一把你暂说 我就信他那个暂说的 人家还说话落空各方面还行 性格 性格也挺好的 啊 这玩意啥的 他人好就不在乎那事 用啥这个孙儿似的 你想咱说找那么太大喊的话 也不是那么太好碰 你说找那个就是太师 像是美的 嗯嗯嗯嗯 要不都说幽默的男人有魅力呢 虽然大爷没长在大妈的审美上 但是这性格可以接触试试 于是大妈先带着大爷参观一圈自己的家 他养了两个小龟呢 哪儿啊 在那床台上 他养了一个小乌龟 那可好玩了 嗯 这乌龟都有个伴是不是 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啊 那可好玩了 嗯 我外孙儿跟我妈 他养了些花啥去 嗯 你这妈给你俩介绍了 你这妈给你俩介绍了 妈给你俩介绍了 妈给你俩介绍了 我叫史远海 姓史的史 远海 远海 好好好 我叫江丽华 怎么也名字都好呢 是 热情 嗯 我挺喜欢这种人 嗯 我不喜欢那种 蛮痴的 就经个心里喝的事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 对他这个 对我挺喜欢他的心 那人家来着 你说你像冤种 我说的 再说的 罪人 接待客人 你说你干啥的话 就是同意不同意 咱也得热情点 人家到你家来的 是不是 你人家大脸一拉了 那啥人呢 大妈唠嗑也挺有意思啊 他俩要是成了 那日子得得演小品似的 接下来大妈的一个举动 更是温暖了大爷的心 两句 两句实 一把一把一把 炸正 这不是蹭墙 墙了 没什么人有插的 我拿手 你插的 插的插的 来 我自己来吧 来吧 来吧 没事 我给你插的 这太 不是太温馨了 不是 半年了是吧 是 嗯 就是说这人吧 不是那么拿捏 不是那么壮 这姐姐妹是 隔行弟是 哪怕看着有毛病了 就得烧烧 那是这老伴没了 随后 随后就整这个 小举动暖人心 生活中重要的就是细节 一个不经意的行为 可能就让别人记得很久 大爷现在对大妈的满意识 是相当高了 于是主动聊起了 比较在意的年龄问题 我七十七 那输啥呢 输啥呢 输啥呢 我是输七的 我 我 我输为六十七 你俩就差了十岁 那姨 你介不介意这个年龄差呀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咋说 那现在 咋说 咋想咋说 咋想咋说 那人要好吧 不递个不遮到那的 那就不算啥事 这年龄段也不算啥事 咋说你报警 人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大个伴 是不是 对的 咋说俩人吧 情投一合的 没啥事溜达溜达 对对对 这大叔叔就找个伴吧 互相有体贴 挑太多了吧 这玩意 人 你俩玩意 首先得 自己称一称自己 玩意再挑一别人 看得出来姜大妈 是真心着办的 人好放在那第一位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大姨一看都这情况了 就把自己的卡一顿往外掏 那个爷爷 我们到叔那叔就把他那个什么 义包卡呀 工资卡呀什么的 你给我们看身份证啊 啥的 是 成绩者老师 我给你看看 我不行 你不想看 你这玩意 工作证里头 加四个账 四个卡 我给你看 哎呀 都带来了 嗯 义包卡 嗯 嗯 这身份证 哎呀 啥美了 那俩没带呀 那俩没带呀 那俩是丢了还是垃圈的 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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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丢在这底呢 没有啊 没有啊 都垃圈了 咱不能了 也蛮有些东西 春节没带来 春节开支那胆 欠欠看来 给我看来 给我看来 没事逗乱 叔说咱是那个成心找吧 是点 对 是 他挺成心 你得咱说去吧 心挺成 我看是挺好 哎呀 哈哈哈哈 啥挺好啊 也挺好 哈哈哈 长下也好 也开朗 嗯 那丑子不是那个 感觉的 街头扫脑那种 哎呦妈呀 我这傻喝了 嗯 你就喜欢这种性格开朗的 对喜欢这种性格 我喝傻喝的啊 我也是 我也是性格开朗 那得夸呀 这玩意儿憋不住啊 一会儿说忘了 再说忘了 借油就得说 嗯 他就觉得好像特别亲切实在说 哦 对对对 你感觉他对你咋样 我瞅他对我挺有感觉 嗯 从哪儿看出来 就听他说话了嗑 他晚上还 另外 哎就像好像不陌生似的 你瞅的 就是是不是还唠出几句嗑 对呀 几句嗑还挺讨你 对呀 他就是挺讨心讨肺的 咱说的说的话 嗯 所以我挺挺个好 我挺那个啥臭 挺高兴 这才是老年相亲该有的样子 只堂感情不谈钱 但是有些时候 还是避免不了这些话题 我那房子 老伴儿有病的时候 花钱多 给儿媳妇那房子 我儿子是媳妇 那个原先的媳妇他俩离了 离了呢 我的孙子就跟儿媳妇了 先头给这儿了 老伴儿死的时候能交代他 他说的 我没有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你手里没多少钱 花一个儿媳妇那几万块钱 完了咱孙子还给呢 你这房子村里上山 给儿媳妇过户 就是没房子原因 然后叔叔之前是跟儿子一起住了 这一年多才搬出来 对 那你以后不准备买房子呢 不准备整个小房子呢 没有那打算 怕这儿老伴儿给 给儿子老伴儿给弄进去房子 那两个事儿 有的老伴儿还 老伴儿还给你占个房子 就像你这房子 我要来的 你不让我住吗 能不让你住吗 是啊 我就说的意思 你那个啥 这人要好 这个搁哪儿住的无所谓 司机他就是自己有房 咱也不租一的房子 没有房子 他这只要是人好的话吧 咱说的报警的话 他搁哪儿住的无所谓 咱说的 空女人也行 住我这也无所谓 这不就妥妥的了吗 大也没房子 但是大妈不在乎 就是为了单纯找个知心人 不过大妈还有个小条件 这俩人要是真出城了 我想过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听懂 你不是说要过二十世纪吗 对啊 那你也不找名 我也不找小三 不去二十世纪 不是 不要任何人残忽 妈 你说的儿女 是吗 是 也是家里这些事情 但是呢 就是俩过 我也不给你帮死死的 对 不是 是不是 咱这玩意儿都有尺度的 对 人这玩意儿你干啥 你回姐妹儿了 或者有啥活动了 那是正常的呢 这边洗个儿要聚一聚喝点 喝点酒了 那你不想聚也不行 那不是你买的呢 对不对 要干啥都给你带了呢 那还能说吗 那不是多次喝酒机的 那不是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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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宝贝的吗 宝贝 这也不好运 不是不闷 不是有的那寒冰糖不吐嘴 那小眼子鸡骨烂断 就内心喝几事不说 这就不好等 大哥可会老婆的 可会说的 看成美女了吗 嘴磨蜜了个家 不是磨蜜了 我的严导就是这个性格 碰到对的人了 哎呀你这话说根上了 完了这个心里就要心话怎么话 要不对的 不对的严密心里是不是发这样 没有话 对 话不投机半句多 对 你这时候呢 这玩意咱俩就醋醋 嗯 行不行 咋不行呢 不行 再不行它就是散了 那就玩了这也不用联系 我跟你说 人权人海不好遇这个机会 你说这对呀 这就叫缘分 缘分来了当也挡不住 那就祝福大爷大妈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也祝屏幕前的老铁们健康快乐万事顺意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帝瓜 下期再见 嬷嬷的